找回失落的声音 Richard 主持 让我们把流逝的欢乐时光 再度地带回你我的生活当中 一块收听 找回失落的声音 永恒的光 什么样的心愿 可以等候三十 什么样的记忆 可以永不遗忘 什么样的思念 可以不怕长伤 什么样的日子 可以让你不再流泪 让我不再心上 好朋友们欢迎再度收听 我们找回失落的声音 我们在这儿和Richard一块 我们在这里继续地和朋友们 能够在歌声中 这个乐曲声中 一块轻松地回忆一些 快乐的歌曲 快乐的时光 那么找回失落的声音 刚才这是好听的 潘岳云的守着阳光 守着阳光 守着明 守着 不用守着我了 我倒是想起了 刚才一下子 和Richard一起 是不是有那么一首歌 叫做 忘了我是谁 这个是名歌 王海玲 对 对不对 忘了我是谁 忘了告诉大家 我是虎美剑 怎么样这阵子 大家听众朋友还好吗 我想大家现在对于疫情方面 已经人是习惯的动物 慢慢地越来越适宜了 有点疲倦的感觉 疲了 但是还是建议各位出去口罩 肯定要戴着 请洗手 请洗手 我们还是希望疫情期间 我们大家能够平安地 然后顺利地度过这段时光 然后朋友们回归到我们正常生活 但是不论是在疫情还是正常生活当中 音乐乐曲歌曲 好听的歌曲 怀念的旋律 绝对是任何时候 我们都不能够 其实不能够遗忘的 对不对 刚刚谈到潘瑞瑩 我们潘姐 她也涉足台语歌曲 她的歌很好听的 带来这条 等一下 我觉得潘姐的歌呢 我会好好琢磨一下 因为我这样很熟的 这条歌的确 我听了以后也蛮好 蛮记得这首歌 没关系 我们的 啪多歌 我想我们要有一天 有一集 我们特别来谈潘月云的歌 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现在发 我跟你讲 很感谢这个节目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回去捞出很多的歌词 我想以后呢 我一个一个歌手介绍 收集一个节目呢 尽量啦 尽量我们就把这个 比如说我这个节目可以做 苏永康的单曲呢 我也可以接受任贤旗的专辑呢 也也接受潘月云的关系呢 然后呢 刚才那个我又有 Key没有抓到 有点不好意思 这首歌其实 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 但是我自己是说实话 我对台语歌曲 涉入不深 涉入不深 但是有几首歌 我真的是很喜欢 刚才这是潘月云的一首 但是我原来并不知道 它是潘月云唱 因为我听的是音乐磁场 对 他们翻唱很多 他们翻唱很多 他们是easy listening 所以他们的歌曲 不论是国语的 台语的 广东话的 甚至于还有几首英文歌 他们都翻唱过 我一直收听 一直在听 所以我知道这首歌 潘月云还一首歌是 唱出那种 陈生雪的歌 非常有名 什么歌 我现在也在想 我想我们就 这是即兴 你知道 所以我 你一定要强调 所有的听众 有时候小菜 就是即兴 我呢 哪代理装什么歌词呢 我有时候歌服 根本没有带来 你知道吗 我就随便想到了 所以我想我们在未来 真的要按照歌手 我们也许男歌手 女歌手 然后按照他们的主打曲 或他们承计曲 他们广为人知这些歌曲 我们来做介绍 就是尽量以他的 那位歌手的做主轴 慢慢延伸出来一些 因为 其实那个歌手的歌 有很多很像的歌曲 一起介绍 对 其实我很想跟Richard谈的是 你知道 你不用谈 你就叫我做就是了 周传雄 对啊 小刚 OK 他自己能写能唱 可是呢 有一些歌 是他的作词作曲 但是是别的歌手 唱出来 唱红的 对对对 很多很多 所以我在想 也许我们可以 有这么一个单元 专门来谈谈 他们的歌曲 好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这阵子 感谢这个节目 因为我回去 Lalaway Hens 很久的 自己做的 写的歌谱啊 或歌词 或自己改的Key 怎么样呢 我发现这条歌呢 很久没唱 但是呢 我觉得很好听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首歌叫做 是苏永康的歌曲 OK 叫做 我为您伤心 嗯 好 你看你的温暖 润润我的歌之外 体验一段感情 如何变成要融合 我在你的身上 找到 自己温柔的灵魂 在失去爱的时候 到底怎么用爱一个 以为你放弃 我得到 这样一个人 谁知道只欢乱一段一段传闻 如果只是为了不断享受 不错的温 是我太坦纯 还是你残忍 我为你伤心 你的世界没有爱情 谁来谁去都不要紧 总无所谓的高兴 我为你伤心 你不懂什么叫爱情 殊不尽的浪漫 对你来说 是一种心情 苏永康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常听到他的名字 对啊 后来去赌马被逮到 所以他的演艺生涯 也就 也就画下句点 所以 他就是那个 男人 男人不应该让女人流泪那条歌 就是唱好了 所以他的这一个 我想啊 就身为公众人物啊 不管是演艺界也好 是政坛 政治界也好 甚至于 还有广播界也好 我们说媒体 我们说媒体 这个品性是绝对没问题的 我们就说 至于我呢 也没有什么叫不起 因为我从来也没好过 也是没有什么好批评的 对不对 反正那毁育参半呢 我小蔡这个人呢 女神 你说我好呢 也很 不好了 我觉得很应该的 其实这个 其实小蔡 其实Richard是性情中人 性情中人 刚才我们谈到苏永康 我倒想到了另外一位歌手 我不晓得Richard有没有印象 叫周慧 有 他也很棒 我觉得他的声音啊 周慧的声音 其实我觉得因为 也许是因为是广播嘛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谈到 听到都是声音 那我觉得像周慧 还有 周慧有什么歌 我讲一下 王菲 风铃 周慧有风铃 有好几首歌 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还有王菲 王菲 我觉得他们的声音啊 都比较像 我们就是说 小女孩 比较是 我们讲说 同音在里面 比较多一些同音 所以他们的声音 听起来 并不光只是 很女性化 而是他们有同音 哇 这您就摄入太深了 有的时候我听他 我听不同的歌手 在唱歌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他的声音的特色 是在哪里 有的时候会讲 王菲那条 我们在节目上 也有唱过那条 很有名的歌 他有《红豆》 王菲的歌 我最记得的 除了《红豆》 可以的 我现在一直想 但是我在我们节目唱 Anyway 我们现在呢 我就带来一条 大家比较熟悉的 五月天的歌曲 怎么样 好啊 Mayday 对 什么歌 温柔 听过吗 走在风中 今天阳光突然 好温柔 天的温柔 地的温柔 向你抱着我 然后发现你的改变 孤单的今后 如果 你该怎么 如果 不知道不明了 不想要为什么 我的心 明明是想靠近 却孤单到天明 不知道不明了 不想要为什么 我的心 明明是想靠近 却孤单到黎明 温柔 温柔 这首歌的副歌 我想是大家都很熟悉 前面的这个 不一定能够朗朗上口 但是副歌的话 绝对 它这条歌曲 它有两个唱法 像我们乐团也有唱过 它这个只是普通的 这就很正常的唱 OK 然后那个 如果一个 如果是乐团 它也做现场 就是 这个唱歌呢 因为乐队到很后面 很后面才进 它就是前面一直阐述 因为阐述 就是 下一次再带给大家 我们乐团有做过 非常好听 他们把这个带到 另外一个金卷 然后呢 下面那里 都快疯了 我只知道这样而已 它那个后面 我真的说给你 Anyway 我呢 现在我觉得忽然 不小时 因为这一直在家里 关风了 还是关傻了 怎么了 这个老金有点转不过来 以前我就啪一下子 就出来了 对 那个火 火花 我永远讲不对 火 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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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怎么了 为什么讲不对 因为 我听不太对 因为像 以前台湾有个 观光号 观光号 观光吧 对啊 观光号 我讲不出来 不知道是为什么的事情 我以后大概有 客家人的那个 那个血统 客家人讲话就是 粉香粉油粉好吃 对不对 他们就是这个声音 我听 你知道我听客家人讲话之后 讲国有 大约可以听出 他就是客家人 好 谈到这里 我要考你一个人 请说 刚刚拿到在台湾金钟奖 应该是金曲奖 最佳男歌手 他原来是一个很有名的乐团 应该曾经也来过我们休斯顿的主唱 结果现在他们是各自有各词 他算是独立出来 但是并没有解散这个乐团 而改了名字 我们在不久以前才谈过的 什么什么 念不记吗 什么绿的 哦 苏打绿 那叫改的名叫什么来 改名我是不记得 但是他的主唱 刚刚拿到这个最佳男歌手 什么青啊 吴清风 对对对 清风 他们那时候有 他们有几个小情歌 对对对 当时我们也 我们唱过嘛 对对对对 我们才唱过的 非常好听 没关系呢 在这里奉劝各位呢 听歌呢 听听就好了 你不要投入太多 因为常常这些歌手呢 都会让你一个很美好的幻觉 所以带来这首 爱千万不要给的太多 爱千万不要给的太多 你明天当家挽留 明天他悄悄溜走 你将一切给我 我却不知如何接受 请你请你不要再来找我 世界上的男孩 独自我一个 请你请你不要 给我的爱千万不要给的太多 刘文正 是你 刘文正的歌 爱千万不要给的太多 刘文正想当年也曾经是我的白马王子 对嘛 告诉我 轻轻地告诉我 告诉我 轻轻地告诉我 告诉我 轻轻地告诉我 有多少 你有多少 这也是刘文正其中一曲 一条歌 刘文正的歌太多了 什么 小雨 在我的身上 但是他呢 我觉得他的歌 那一阵子都比较多翻唱的歌曲 他翻唱很多别人的歌曲 因为我不晓得 而且他那个时候也主演电影嘛 在琼瑶方面的 他也有一些电影他主演 所以 那是好多的电影主题曲 也就是他在里面唱的 你知道那时候 我大概应该是 初中还高 快升高 哎呀 那女孩子早出去看电影 她非要看这些 门里门外啦 反正这是刘文正啦 那些秦汉啊 雀上心头啦 诺言啦 我说我们 我们可不可以去 在月里的小雨 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打仗 讲说不要 我们要去看电影 不要 要是我那个时候要看的 就是什么诺听也是诺言 三月里的小雨 门里门外 我的妈呀在干嘛 我说 不是真真啦 清香灵啦 清汉啦 哎呀 我说你们啊 那都在做梦 OK That's too good to be true 也不见得吧 那个时候就是生活里面 在那个年代 青少年年轻人 那个时候的文化追寻的 流行的就是这些 我觉得那时候熊瑶 熊瑶姐姐呢 她的东西是征服你这些 女孩的心 闪亮的日子 谁在眨眼睛 这些都是刘温正当年 非常走红的歌曲 讲到征服的这套歌 带来 也会不会听这些 征服是 为 纳音是不是 对 纳音的歌 台湾那个帮她写的歌 后来她也是到 到中台 到大陆去发展 后来也是 不是不尽理想 所以现在没有 好 征服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 分出了神父 输赢的代价是 彼此 本身碎骨 代表健康的你 心里伤痕 无数 顽强的我 是藏在你的腹路 就这样被你征服 切断了所有退路 我的心情是坚固 我的决定是糊涂 就这样被你征服 喝下你藏好的毒 我的举起已落幕 我的爱恨已如同 这首歌很贴切地描写 这个 写着这个朴词 袁维仁 小汉 对对对 袁维仁 对对 他现在的情况 好像 他的 就不怎么样的感觉 他的爱情 他的人生 真的是 有时候觉得 这么有才华的人 现在的情况 如此的奇才 所以说呢 像我这么平衡的人 就可以活很久 也不要太累 对不对 当时我当兵的时候 就是吃得饱饱 装得傻傻 OK 这样的日子 就绝对不会 轮到你有问题 你呢 硬出头呢 下次都是您的事情 不过谈到袁维仁 我真的是觉得他才华 真的 从他还在 那个时候还是 民歌时代 就出来了 他是唱民歌 对不对 他是从民歌出来 一路到 后来走入流行歌坛 然后呢 和小S 那个时候 在台湾的 选秀吧 歌曲 对对 他跟那个黄运林 他们一起 就是 把这个很多 这个节目 把它做起来 对 所以他们 他们以前还有 他们两人组 袁维仁跟另外一个 对对对 两人 他们的歌 有两首歌 我非常喜欢 袁维仁他们 在那个时候 一下子还真的 想不出来呢 没关系 我们呢 为了要找这个真相呢 没关系 胡主播呢 到时候去Google一下 就知道 就是谁唱的 是是是 凡人 凡人二重唱 带来一首 非常老的情歌 是 王仲坤的歌曲 是在 王仲坤 王仲坤 歌名叫做 故事的真相 能听过吗 听过 你会喝就跟我一起喝 好 我拉拉拉吧 谁来为我 把真相说明白 谁来为我 把真相说明白 后来这应该是杨铃唱的 女生你会把 胡主播 你曾告诉我 我是你唯一的爱 就算我能相信你 怎么对自己交代 我想离开 我想离开 一年不会更改 不管你再怎么说 你早就要伤害 回到男生 我实在不明白 这样决定太少帅 一个褪色的过去 结束了我们的未来 我的爱 我还是会再回来 如果你愿用等待 来争论你的爱 这首歌曲还真的很难找 是吗 这有大专名 我印象很深刻 但是真的很难找这首歌曲 这首歌就是很容易 那个旋律就让人家 很容易朗朗上口 对 然后讲到这里呢 那时候还有一个 叫沈宴的姑娘 有 风儿替她踩 我还记得 一串心 一串 对对对 然后你知道吗 我在部队呢 因为我执心嘛 那部队行进的时候呢 我就 天上星星数不清 哥哥都是我的梦 永远有一点云飘过 都不出三两相的情 心穿穿心 红红脸儿红 都是为了你 爱你的心和我连成一串 一生一串 不分离 我带部队真的是这样唱 我们家人们唱 这首歌真的是 那个时候 我们在班上 真的是几乎 每天都在唱 对啊 每天 还有一个就是 风儿替她踩 也是 对这首歌 因为步调很清楚嘛 对 一二三 一 然后我就 就好像 我的那个 长官不太喜欢 他说以后不要再带唱 行进的部队当中 不要再唱这种歌曲 行吗 没关系 反正那时候 因为结束 外面上课结束了嘛 我会带回去吃饭的时候呢 我就起这个音 结果 大家都会唱啊 我这什么不好 对不对 不够雄传威武 对对对 然后呢 想到这个歌 反正那段时间的歌 杨林的 让我再一次 往你的手 让我再一次 亲吻你的脸 随着我脸上 划下的 是我的泪 在跳停中 飘动是我的心 爱人的心 是玻璃做的 既破碎了 亦难以再愈合 两次破碎破碎的吉他 再也听不到 原来的音声 当年的 玉女歌后 杨林 哇 朋友们会不会觉得 天哪 这些名字 一个我都没听过 朋友们 在当年 这可都是 数一数二的 找回失落的声音 这都是一线的 最有名的歌手 在当年 如果说流行乐坛的话 我们刚才 谈到的这一个 每一个都可以说 在当年 在乐坛上面 都是一线 当红炸 炸子鸡 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走出来是有风的 真的是这样 后期的 一个人想 一个人走 一个人哭 一个人伤心 最想的人 我最爱的人 但你却不是 我的女人 一个人 从有心到无心 一首歌 从有心到无心 这是我现在的心情 也是我对你 执着的感情 一个人 从有心到无心 一个人 从有心到无心 这是我现在的心情 也是我对你 执着的感情 听那个旋律 听出来没有 是谁 听不出来 任贤奇 任贤奇 任贤奇也有许多 他的歌也是 这个知名的 大家现在都朗朗上口的歌曲 不过我们看看 这个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一回 我们就从任贤奇开始吧 好 好不好 任贤奇 下次我就带来一连串 我知道的任贤奇 我想到的第一个就是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其实后来呢 我有稍微涉猎一下 她的歌曲 我忽然发现她的歌曲 从日本那边 讲的真的不好意思 她从日本这边翻译过来 其实台湾有许多的歌曲 都是由日本翻译过来的 不论是 有一些是完全采用 就是日本原曲的旋律 就是改了歌 歌词 对 但是没有关系 反正呢 音乐呢 是无福 没有境界 所以我们在下一回 我们就从任贤奇的歌曲开始 但是今天 我们找回失落的声音 朋友们 是否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找回了 你也许在压力之中 生活的这个 疫情的捆绑之下 已经忘掉的欢乐和欢笑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再度找回来 带回你的生活当中 谢谢朋友们的收听 谢谢 我们下次 空中再会 拜拜 好嘞 好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